钻手离的剪髮生活 完美居家靠这招 它还可以用 可是我没有在用 那我可能就选择把它 转送给可以用的人 钢琴老师吴敏恩和丈夫 女儿艾犬住在 珠北三番两厅的大楼内 家具全选用无荫良品 三人一串的居家生活 物品只多不少 但它却能收纳得干净整齐 居家仿佛样品屋 究竟如何打造舒适空间 分类就是很重要 就是分三大类需要的 就是我要留下来的 第一个就是它还可以用 可是我没有在用 那我可能就选择把它 转送给可以用的人 那第三类就是 它已经不能用了 那它就是垃圾 仔细分类好之后 如何收纳也很重要 我会用联想式的收纳 比如说我们看到剪刀 我就会想到可能订书机 想到的东西全都放在一起 公共空间补放私人物品 抽屉内 或是开放式书架 运用标签收纳盒 更能整齐收纳 除了减少杂物堆放 还有一个绝招 我尽量都让平面是净空的 没错 保持家具平面净空 不对放物品 让空间变得整齐舒适 落实断舍离的减法生活 让居家空间更宽敞舒适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